诗经 国风 陈风 月初 月初叫兮 叫人了兮 书摇叫兮 劳心巧兮 月初好兮 叫人了兮 书有兽兮 劳心草兮 月初兆兮 叫人了兮 书腰兽兮 劳心草兮 诗经 国风 陈风 月初 导言示意 诗经 国风 陈风 月初 历来有不同示意 陈朴记载 此事为陈宣公所作 毛诗旭 月初 赐好色也 再为不好得 而月美色焉 诗人赐奉陈宣公 不直接写国君应当浩德勤政 而单单琢磨于美人殊荣 也可说是期盼上位者 勤政浩德的婉转奉剑杰作 本诗 崇章叠句 以月初起兴 用了 了 了 形容美人容颜白皙 月发明丽乃至光彩要人 恰如月光从皎洁 好眠乃至照耀 美人滋容舒缓 窈窕动人 用 窈角 有寿 腰哨 形容疏力体态 妙慢多姿 双生迭韵 绵延不已 似而不见则忧 更用 巧 草 草 形容 欺慕者 悄然幽闷 内心骚动 乃至思而不得的 思念心绪三层次 子字朱姬 情思生动 无怪乎后世 多有一文求义的 试诗方式 朱姬认为 这是一首男女相悦 而思念的情诗 近现代 有更多情诗阐释版本 流于读者继续赏西 月儿出来 多么矫洁啊 美人殊荣 多么名利啊 舒缓体态 多么窈窕啊 我心思念 悄然忧烦啊 月儿出来 多么浩洁啊 美人殊荣 多么明媚啊 舒缓体态 多么妙慢啊 我心思念 骚动不安啊 悄然忧烦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